各位同学 我们这一系列的讲座 关于大气海洋流体力学的一些比较特殊的特性 那我是郭宏基 我目前任教于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系 那我自己的专长是台风动力 大气海洋动力 数学建模与计算 以及防灾的气象预报 我们讲到这个乱流 以及我们提到这个AOD AOD这个东西是 大气海洋动力 那这个是现在比较简短的字 就是AOD 就是在讲大气海洋的流体力学 那它基本上是一个流体力学应用在大气跟海洋的情形 那我们这个地方要讲的当然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Turbulus的特性 那这个Turbulus的特性就如同在很多流体力学其他的工学院的领域也常常用到这个词 那在工学院通常他们用这个词 这个字通常就是用的叫做问流 那问流 那问流事实上是一个古时候在上书就出现的字 那在汉朝的时候就说问就是乱 是两个一样 那在气象在很长的时间我们都是叫做乱流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有时候口述就是讲乱流 那基本上就是Turbulus 那在我们这个讲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介绍Cascade的观念 会介绍Coharance Structure的观念 搅拌 准平衡 跟卫窝 还有Crocer等等的观念 那这些观念基本上是跟我们要讲的Turbulus 有相当大的关系 那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叫做Lam 那Lam他是最早讲说定义什么叫做窝渡 用这个名词 然后他说他很希望上帝能够叫他两种科学 但他想一想他又说 他觉得上帝可能没办法叫他Turbulus 所以这个显示Turbulus是一个非常难的东西 那在传统里面 我们当然都知道Turbulus 有涉及到不规则跟扩散 他也是涉及到不稳定度 就是片流 就是你的流场很稳定 但是雷诺素很高的时候 你的流场就是没办法很稳定 就乱七八糟 那这个就是基本上乱流 然后他本身也是一个耗散 然后他是最关键的是 他是一个多尺度的东西 然后他是由流体的惯性来决定 他的乱流的特性 那我想在我们随后的讲里面 也会介绍到什么叫做胃窝 什么叫做准平衡 Stirring 搅拌等等 但是我想在进入以前 最大的不一样 我们谈到非线性 以及谈到这些东西 最要紧的事情就是一个系统 通常在很多物理系统是外面有外力的时候 系统内部才会产生风暴 才会产生激烈的变化 我就叫风暴 但是我们的大气事实上是在于 外面没有风暴 外面没有外力的时候 他自己内部 他就可以产生很大的风暴 那最简单的例子来讲 我们在冬天的时候 很可能最冷的天气是在二月 不一定是在太阳日最短的时间 那他就是完全是自己内部所产生出来的 那在讲到这个内部的时候 我想就是我们 DUT因为是一个很多的尺度的现象 我们也可以举一个最简单 你看到这个旗子在飘的例子 旗子在飘的例子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事实上它有一个是平均的风 就是这个盛行的风 这个风 它就是这样在飘 但是你去看到旗子 就会有点这样抖来抖去 抖来抖去 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的 非常小尺度 而且非常高频率的 所以你的旗子就会这样 摆来摆去摆来摆去 那个就是高频率的 那我们的流体里面 当然是这个高频率跟低频率 它会交互作用 那这个会交互作用 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叫做 雷诺 stress 它基本上 比如说以这个来讲 它就是有一个W' Z'的平均 它的来源是来自于 W'跟Z'两个灰线性存在一起 然后你分解成 有高频率低频率 然后你最后就会得到 低频率的东西 跟高频率的东西 有这两项 然后这两个东西 高频率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 飞机的观测 这是一个飞机从左边 飞到右边的时候 它所量到的温度 所以这个地方 上面是温度高 下面是温度低 然后飞机在飞的时候 同样也量到很多高频率 上升速度 下降速度的变化 但是你把这个速度 一平均的话 大概平均的速度是等于零 可是你再仔细去看 如果W'跟T' 这两个东西 把它绑在一起的时候 事实上是热的东西 通常是有上升速度 冷的东西 这里就下沉速度 所以W'T' 最后得到的 W'T'的值 是大于零 意思就是怎样 高频率的热空气 大致上上升 冷空气下降 当然不是所有热空气 都上升 也不是所有冷空气 都下降 但是平均起来 就是大部分是热空气 上升冷空气下降 那这个就是 以温度来讲 就是renal stress 那你也可以想到 热空气上升 冷空气下降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热往上传递的过程 所以这个本身也是一个热通量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热通量 虽然有很快 磁漆比落 磁漆比落 它全部往上传的时候 它就会影响到这里的平均的状态 那这个就是renal stress 以及它的方程式里面 高频率的平均 会影响到低频率 最重要的东西 那当然我们在特别人时学里面 要讲的这个东西就是 他们这两个东西 如何互相影响 以及他们甚至如何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 那在我们大气科学 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热通量 譬如说我们有一个DCR系统 那我们是随着时间 是DCR系统 是逆时钟的这样转 那你可以看到南风 通常温度比较高 北风 温度会比较低 所以 北风 V'是小于零 T'也是小于零 南风 V'大于零 因为是南风 T'也大于零 那你做一个平均以后 就是V'T'就大于零 这个就是你的renal stress 温度的renal stress 然后这个温度的renal stress 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把我们的热 往北边 去输送 那在方程式来写的话 这个就有点复杂 你可以看到 我三个动量方程式 我有 九个renal stress 那这些renal stress 所代表的就是 我们刚才讲到的 跨尺度交互作用 那小尺度的合成统计 通量的改变 它会影响到大的尺度 或者可以解析的尺度 然后你再把你的方程式 分成高频率跟低频率 比较慢 比较大的 比较快 比较小的 这两个之间的时候 你的变数就变多了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在讲特别人的时候 我们需要能够用 低频率的东西 来表达这些高频率的东西 那当然在这边 我们也可以从类似的方程式 导出了扰动的动能方程式 这个是叫TKE 那在这TKE里面 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一个是机械 因为流体的速度不一样 这边快这边慢 它就会翻转 它会产生动能 另外一个是因为浮力 热空气上升 冷空气下降 它也会让你产生动能 但是它的浩散项 是一个两次的微分 数学上 数学上的两次微分 告诉你 它发挥最重要的事情 要发挥在非常小的尺度里面 那在地球大气系统里面 我们所要考虑 也可以这样想 我们地球有南北 但是 冷空气 基本上 往南边走 暖空气 往北边走 所以 大体上是这样 你平均出来的结果 就是 V' T'要大一点 所以热量是由 南边 往 北边 去输送 所以最后会影响到 地球 始终 南边的温度 跟北边的温度 在北半球 它能够维持 大体上这个平均 然后我们可以把 这样的一个过程 想象成 就是一个 大气里面 有很多天气系统 它不断的在做 搅拌你的大气 然后最后 你大气达到一个平衡 可以混合的东西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V'跟T'的混合 是非常单纯 它基本上 就是 北半球的话 南边比较热 北边比较冷 所以 能量的交换 就是把热的给冷的 所以北边温度 就不会那么的冷 那南边很热的时候 因为冷空气下来 所以南边也不会这样热 那这个是在物理学里面 是一个 通常叫做 Dungradient的东西 就是它的 扰动 它的乱流 是由多到少 就这样的输送 但是在我们的地球大气里面 还有一个 现象是叫做U'B'大于0 那 南风 在数学定义上 就是V'大于0 U'B'大于0 就是意思 就是 南风 它所 对应的 U'B'大于0 就是西风 在数学上 U'大于0 就是谁西风 那U'B'大于0 就是西风比较强 西风比较强 跟南风比较强 会绑在一起 或南风比较弱 就是 西风比较强 西风就比较强 会绑在一起 所以 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 刚才 V'T'大于0 是代表 热油 往北边输送 那 U'B'大于0 就表示你的 西风的分量 也是由南 往北去输送 但是 但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跟热不一样的地方 是因为地球是南热北冷 所以我热量由南 往北输送 是 OK 但是 U'跟B' 在我们的观测里面 我们显示它大于0的时候 这其实很特别是告诉你是 我的U' 我的U'要往北带去给北边 但是 我们如果了解到地球的系统 北边 通常是西风比较多的地方 我们在赤道地方 通常是比较东风 但是 我们的观测 告诉我们 U'跟B' 确实大于0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 就是 我西风的动量 是往西风 平均西风 比较多的地方去输送 我刚才讲 热通量是 热是由多的到少的 这个是刚好由少的到多的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地球大气 海洋里面 一个非常独特的 在Turbulance里面 它有的东西 它是Downgradient 由多到少 但是有一些东西 它是由少到多 那拉拉杂杂 我们在这里先简介 这个就是AOD Turbulance里面 一些非常有趣的 那随后我们会介绍 它的一些基本观念 好 谢谢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